而街球王阿尔斯通的加盟使得广煞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 完成比赛东莞队的张凯率先在内线发起冲击 补拦命中 万元弗洛曼继续良好的状态连续命中两分 浙江队的进攻则主打拉莫斯这个点 他在篮下的攻击力让帮助浙江队紧咬比分 第二节浙江队派上了阿尔斯通 东莞队也派上了后卫约什 对位防守下约什进入状态的时间更早一些 他为队友奉献上了一个漂亮的助攻 紧急着他又从后插上补拦命中 东莞队把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 阿尔斯通也在一次快攻中投进了本场比赛的首例进球 上半场东莞队以51比42领先9分 比赛进入到下半场约时连续良好的状态 他内突外投让广煞毫无办法 而另外一位外援胡罗曼也在外线找到了手感 他们一共为东莞队奉献了39分 最终东莞主场以110比100战胜广煞 取得三连胜